大家好我是Paul 周到周五 因为几度 百姿故事 这个百姿故事 我觉得他算是我等了很久 才终于看到 终于这个写作者 在一些性别的definition上 慢慢catch up到 比较trendy的潮流了 就我个人还是比较 比较传统一点点 比较老派一点点 觉得就是有这个 gender binary的概念 会觉得 这个讲故事的 可能是什么性别 然后他跟他往来 或者跟他互动的 他描述的角色 又是什么性别呢 但在这个故事里 我看到了一个 不错 就是猜不出来了 OK 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这样 有的人会觉得 他不是he也不是she 他是they 所以我们已经在性别上 有了很大的突破 可以这么说 so我是觉得大家 we should keep up with it as a society 因为这算是 我觉得这是尊重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要尊重他 尊重到多少 how far do you have to go to show them the respect we have for them that's another topic for another day I guess 好 所以来吧 我们就看一下 他的题目就是 咖啡饮料 不是只有咖啡 在讲的是那种 有咖啡味的调酒 所以我们先看下去 我觉得先读一次给你听吧 22 Her partner paid Magnanimous Husky and tanned 对不起我刚刚吞一个口水 Clueless or so it seemed I was smug Silky Sitting back watching my lover managing Later when she cheated on me too I called her partner Trying to commiserate And that was some hot wet salt 结束 好 来吧 我们就稍微分析一下一下 这边的故事再说有什么东西 藏了真的东西蛮多 我必须说 我觉得这故事真的太酷了 22是他讲他当时的年纪 22他当年22岁 I was with my first lover 所以他跟他第一个爱人在一起 你看他的用字我觉得都很tricky 他用了lover这个字 他没有特别讲boyfriend girlfriend 没有lover 他甚至没有叫他partner 因为partner是他对象的另外一个人 大概是 OK 所以往下看 所以他并不是当时是一个 college girl exploring but the real deal 所以not college girl exploring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就女大生在试着探讨她的这个 探讨她的这个 就是exploring可以怎么翻译 就做一些冒险吧 做一些探险 就我来教教看这样的人 教教看那样的人 没有 所以not college girl exploring but the real deal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词叫 the real deal 就是货尔真价实的 价杠的这样子 the real deal 所以我们先打一下笔记 我一见应该有 OK 所以the real deal 这个是蛮常见的一个片语 所以如果一个东西是真的很棒的 你说oh this is the real deal 这样子 台湾的炸鸡很多牌子很好吃 大概不包括KFC 因为KFC好吃的是蛋挞或其他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不定你要说 胖老爹才是真正最好吃的炸鸡 他可能就会说 胖老爹 is the real deal 所以the real deal 大概这样子用 可是不过其实到现在 我们已经稍微看得出 他自己本身或许的生理性别 所以他not college girl exploring 所以他并不是身为一个 就是女大生在探索着 而他是真正教到了一个 好好的爱人这样子 然后she was 28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他的这一个partner 大概会八成是个女生 至少我们可以感觉 说identify as a女生就是了 所以他用she来说他 但他有没有可能生理男 然后心理女 也有可能 而他自己本身 有没有可能是生理男 心理女 也是有可能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so she was 28 and had an even older long distance partner 所以他有另外一个 年纪更大一点的 远距离的 older long distance partner 所以这里用到的partner这个字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爱人 似乎就是另外一个对象 那那个对象可能 或许才是他的男朋友 女朋友或什么朋友 不知道 但总之是一个 older long distance partner 而这个人 他正好来造访他 所以who was visiting 我们有讲过一个概念 讲过很多次 就是那个逗点不逗点的 那一个限定非限定用法 这里又 我刚刚现在又看出了一个 又更tricky的小地方 我都不知道作者 是不是故意这样子写的 你看到他这里的who前面 并没有逗点 你有没有看到 right 有没有看到 she had an even older long distance partner who was visiting 所以言下之意 是不是他的这个28岁的朋友 这个lover 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partner 只是现在这个partner 正在造访他 我觉得从文法的分析上来看 的确是没有错的 因为如果他今天真的只有这么另外一个 年纪大一点的长距离的 远距离的partner的话 这个partner后应该要有逗点才对 而没有逗点 那就表示他有的partner 可能是超过一个的 See that's nuance right there 好anyway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partner 正在来找他 还有别的partner不知道 好 there we go so we went out for coffee drinks 你等一下 所以等一下 这个we包括谁 这个我自己打笔记的时候 稍微质问了一下 so we went out 总共几个人 你当然往下看你知道 是三个一起出去 那这三个人 彼此知道彼此的状态吗 就他的这个 这个an older long distance partner 知不知道他们两个 现在是爱人关系呢 或许知道 或许不知道 等一下往下看就知道了 但总之他这里的we 是他们三个一起出去的 那你说 这什么 什么关系啊 我有的时候世界就这么有趣 对不对 playing just friends 所以下去你就知道 他们就是 好就在搞到 像大家都只是朋友一样哦 OK so playing just friends so they're playing I had never had one before 这句我刚停了一下下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 拥有过这样的一个 东西过 I had never had one 那这个one是什么 是coffee drinks吗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可是能不能够双关的理解 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样子 三个人一起出去 然后假装是朋友呢 就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I had never had one I've never had such experience before I had never had one such a partner before 所以你这样理解 我觉得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 或许我超义了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能读到的 作者想要 藏在这个字体行间里面的一个 extra meaning 然后接下来 他用了分号后 他说 It was divine Divine就是神圣般的 所以他 而这里在讲的肯定是coffee drinks 就是 所以他的咖啡饮料 Divine Sweet Bailey 这贝里这个字 如果你知道的话 就是有一款咖啡酒 就叫做贝里斯 好像台湾翻译城市 所以它是一款特别的饮料 所以他逼大写 因为它是个品牌 所以他把那个东西 好像拿来烧一烧 然后里面加了摩卡 摩卡 基本上就是巧克力的口味 这样子 然后whipped cream whipped cream 我们好像曾经讲过 就是打出来的鲜奶油 所以他用的是被动的 因为它是被打成了 so whipped cream topped 那top就是在上面 所以它上面 铺了一层鲜奶油 so whipped cream topped glass mug 所以它是装在 玻璃的这个马克杯里面 这样子 然后还加上shaved chocolate 什么叫shaved chocolate chocolate不就chocolate吗 加个shaved干什么 巧克力碎片 但那个碎片感觉很像是 被像是刀削面般的削下来的 所以我们叫巧克力碎片 有时候叫shaved chocolate OK 它甚至状态可能真的是一片一片 你想像一下那个松露 拿去跑 跑成一片片的 那个动作也叫做shaved OK 但这个shaved这个字 我觉得他故意把它放在这里 会让人家想象到别的东西上去 因为shaved也有剃毛发的意思 所以他是不是在影射他们当中有人是其中一个是黑人或之类的 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这只能猜 因为看到chocolate这个字难免会想就是了 好 然后接下来说 her partner paid magnanimous husky and tanned clueless or so it seemed 所以这在说什么 所以是 他的partner付钱 因为这三个人当中 他的partner是年纪最大的 他讲到older 那他的爱人已经28了 那older又更年纪大一点了 不想用老这个字 那这个magnanimous这个字不是很常见 那我先找出来的这边给你看 宽宏大量 很大度 很慷慨 很坦荡荡 magnanimous 所以付钱的人当然会觉得慷慨 而且他这个partner还husky 也tanned 所以husky就是比较粗犷的 那这个tanned的意思就是 就是皮肤晒的比较油黑一点点 OK 古同色这样子的 所以你光这三个字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人的 他的lover的partner 是给人什么样的感受的 就总之是比较大气一点 但生理男生理女 完全猜不出来 因为他一直都只用partner这个字 来refer他 他甚至不是用he或she 虽然说我们知道he跟she 也不见得能够去猜得出 这个人的生理性别 可能只是代表心理性别 但无论如何 他根本不想用人称代名词 来去称他的partner throughout the story 都没有 好 所以他的partner付钱 所以他的partner这样 Magnanimous Husky and Tanned 然后最后一个形容词 clueless clueless就是你 毫无概念 什么毫无概念 这个人可能就比较神经大条 对于他们现在三个人这种 玩来玩去 就是三个人有关系 然后假装没关系的这个状态 他似乎是clueless的 他似乎是不知道 他的这个远距离的爱人跟故事的主角 似乎是有关系的 or so it seemed 所以他也特别强调clueless 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这个or so it seemed 这四个字还蛮常接在一个 句子结尾 然后来做一点反转的效果 我或许换个例子给你听听看 例如说 我假设说现在看到两个人在街上怒瞪着彼此 然后 可能我就想说 他们是不是刚有过纷争 他们是不是在吵架中的情侣之类的 或许是 或许看起来是 事实上并不是 所以我可能说 they seem to be a couple who are fighting or so it seemed 所以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对 现在正在吵架 或者至少看起来像是这样 right so they seem to be a couple and they're fighting or so it seemed 或者看起来 或者大概看起来是如此 所以or so it seemed 再强调一下 有时候会看到 大家把它夹在句子的后面 来做一个这种反差的议策 这样子 好 所以他的partner看起来 这样这样这样 magnanimous husky intent clueless or so it seemed 所以他似乎是没概念 但是似乎可能只是看起来 so I was smart 而回到这个主角 写故事的人身上 所以他怎样了呢 他当时的状态是smug 所以他这个人投射出来 smug smug大概翻译成沾沾窒息 所以我读一下他的英文definition so having or showing an excessive pride in oneself or one's achievement 所以他对自己感到很光荣骄傲 而且是有多余的光荣骄傲 所以就是smug OK沾沾窒息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觉得自己很屌的人 I was smug silky silk是丝绸 绸缎 以前那个丝路的那个丝 所以蝉会吐丝的那个丝 所以silky你可以把它去想象是 你可能可以想象他 他皮肤的滑顺度 或者是带人处世的滑顺度 所以甚至你可能是一个 就讲话什么之类的 都非常的silky 或是说话言巧语可能不好 所以总之silky 然后大家懂意思 OK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silky的人 所以他又smug 他又silky sitting back 所以他就坐在那里这样子 sit back 看着他的lover watching my lover managing 我觉得这个字用的真的太巧妙了 所以他坐在那欣赏着他的lover 干嘛呢 managing managing你知道是管理 管理什么 管理他眼前 因为这个主角跟这一个 刚刚的这一个 付钱的这个家伙 他们本来是没关系的嘛 对不对 他们完全是因为他这个中间这个lover 所以才三个人一起出来吃东西 那所以中间这个lover 当然想要去manage 他们现在三个人的这个张力 OK 他们的这个社交状态 他可能要跟一个人讲讲话 讲讲还要跟另外一个人解释说 哦 他是谁是谁 他要什么什么 那讲讲 换另外一个人 哦 你知道他是谁是谁 就你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social dynamic里面 中间那一个共同的朋友 其实他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他需要manage这个场面 所以sitting back watching my lover managing managing这个字用的真是好 later 接下来故事一转 后来 when she cheated on me too 所以当他呢 就是 宏信出枪的时候 而且这里又有一个花龙点睛的字 to when she cheated on me too 强调to 为什么 因为刚才说了 这个28岁的lover 他有另外一个partner 从远的地方来造访他 可是这个partner却不知道 他已经在这边有个22岁的小女朋友 小男朋友了 所以其实中间这个28岁的 就是在cheat on这个远距离的long distance 这个人 我这样会over explain 其实你已经懂了 大概是 但我就是想把他讲很清楚怎样 所以他其实是28岁 在cheat on这个更老的 那他在cheat on这个更老的 with这个22岁的 right 所以这里说了 when she cheated on me too 所以表示说 这个22岁的也被背叛了 因为这个28岁的 又跟别人去勾勾搭搭了 so when 而且他讲的是 when 当他后来 这样子 所以表示你知道这就发生了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 他又背叛她的时候 他也背叛她的时候 I called her partner 他就打给这一个 比28岁更老 这个lover 这个partner 你看他故意到现在 他也都不讲 他不用人称代名词 我再强调一次 他永远只有partner这个字 没有he 没有she 所以trying to commiserate 所以他打电话给他这个partner 试着来干嘛 试着来去commiserate这个字 叫做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 这个中文我都有点忘记 我查过 可是我觉得用英文解释还是更好的 so express or feel sympathy or pity sympathize 这叫做commiserate 这往后翻成怜悯或之类的 所以就是我打给他 然后两个人就互相互舔伤口吧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so trying to commiserate and that was some hot wet salt 最后这句结尾 那两个这个都被同一个人伤过的人 互舔伤口舔一舔 就舔到那里去了嘛 大概是这样 所以那就是that was some 又热又湿的盐巴 你大概懂我意思了 又热又湿的盐巴 盐巴从哪里来的 随便啦 ok 好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屌 ok 非常屌 我觉得读完 我们再读一次好了 好 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里面有很多的转折 反正我已经讲完了 你大概都希望有几千 我们就再读它一次好了 22 I was with my first lover not college girl exploring but the real deal ZenZenJiaoWang的 she was 28 and had an even older long distance partner who was visiting so we went out for coffee drinks playing just friends I had never had one before it was divine sweet bailey's flame serie night mocha whipped cream topped glass mug shaved chocolate there we go her partner paid magnanimous husky and tanned clueless or so it seemed I was smug silky sitting back watching my partner managing later when she cheated on me too I called her partner trying to commiserate and that or some hot wet salt 结束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by bwd6